拍摄民众雨带惊恐 因为转眼间整个客厅厨房都被大水淹没 这名妈妈只好带着四名小孩爬上水槽高处避难 整整待了七小时才等到救援 佛舟许多民众似乎真的是看到大水灌入才开始紧张 救难员忙着搜救还在灾区目睹这个场景 水面上一名14岁少年手上紧抱木头碎片 载夫载成一整天奇迹大难不死 坦帕市还有一间养老院遭遇淹水 幸好救出里头约135名老人家 凉顿颜蜂来击前还有男子坚持住在船上 媒体一度担心她的安危 幸好她没有大爱 但坦言因为强风彻夜未眠 美国佛州一名小有名气的六宝妈网红 也因为不配合彻离惹出争议 身车没钱负担住宿和搭机费用 不过她后来在批评声中 还是有撤离 米尔顿飓风在佛州酿成的死伤 还在增加 出估灾损超过500亿美元 野新闻中文报道